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2日 大邱FC安心拿三分周五晚上 亚冠分组赛继续上演 届时身处爱祖的大邱FC将与北京国安展开对决 大邱FC上仗录得一场7比0的大胜 反观北京国安上仗7比0惨败 可见两队士气并不在同一层面 此番对垒 大邱FC全取三分将轻而易举 大邱FC经济含直连表现不俗 在亚冠前的十轮联赛 他们录得8胜2合的不败战绩 期间攻防两端发挥稳定 攻击手F师先拿和带刀 侍卫金真赫也有入球斩获 由乌要前往哈萨克参加亚冠 大邱FC的联赛争诚意告一段落 不过虽然战场发生了变化 但球队的表现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影响 分组赛首战 面对日直连霸主川崎前锋 大邱FC开场8分钟就通过黄顺民打破僵局 但可惜球队未能顶住对方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最终以2比3落败 不过考虑到双方实力上的差距 这样的战国也并非不能理解 次战弱旅连城 大邱FC火力全开 在金真赫的带领下迎来七球大胜 与此同时异议扫此前势力的阴霾 金帐面对排出青年军参赛的北京国安 士气正胜的大邱FC大胜可期 金界亚冠中超两队军派出青年军参赛 和广州队三战全败相比 北京国安一和一副的战绩 还是要略胜一筹 但这点优势仅限于内部Park 上仗队阵日直连魏冕冠军川崎前锋 北京国安的年轻人们毫无还手之力 上半场就0比3落后 下半场再失4球 最终0比7完败 老实说 这场比赛根本就不能称为比赛 用攻防演练来形容更加恰当 全场比赛 北京国安仅有二角射门 而川崎前锋有32次 脚球鼠川崎前锋 1以9比1遥遥领先 另外 七球惨败也刷新了 自中国球会参加亚冠以来的 最大比分的失利 士气备受打击的北京国安 金账的确难有胜机 你正在收听的是 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